哪天狼狗 老 来 包 欢迎收看大山粉丝帮第123期视频 这次将揭秘消失的回忆 无意间我在电脑上发现了很多以前的素材 今天就让我们回忆一下 世纪中早已消失的模式 因为游戏的出现 渐渐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无论是中年 老年 青少年 都接触过游戏 有的人利用它打发时间 有的人利用它消遣生活 有的人利用它为职业 无论是什么游戏 吃鸡也好 单机游戏也罢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见解 随着时间慢慢的流失 而游戏却变成了我们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世纪中的回忆 有多少玩家还曾记得 S1赛季的八倍镜 S2赛季的游乐园 S3赛季的红衣军 S4赛季的小树苗 S5赛季的年兽 以及年夜饭 想在当时 我和队友一起去抢圣诞树的时候 那种紧张而又兴奋的心情 早已烟消云散 想在当时大过年的时候 我和队友赖在床上 一起去吃游戏中的年夜饭 虽然我和队友天歌一方 没有见过彼此 但那种时光 真的很快乐 时隔一年 我的那些队友 一个个都在为生活奔波 见见的我们 也就不再聊天 就算聊天 也就是聊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现在想想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那些回忆 不仅仅是一起玩游戏那么简单 而是时间与岁月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啊 一定要试着慢慢长大 勇敢面对生活的点点滴滴 让回忆成为我们快乐的话题